Halloo 小朋友你們好 我的名字叫做考拉 是一隻會畫花的五尾熊哦 每次我都會教你畫一種圖案 猜猜我們今天要畫什麼圖案呢 沒錯 我們今天要畫的 就是爸爸上班都會打的領帶 領帶 領帶 neck 踩 neck踩 小朋友準備好了嗎? 跟著烤蠟一起畫畫囉! 首先,我們打開準備好的蠟筆 今天,我們要畫的是領帶 首先,拿出黑色的蠟筆 畫出一個方形 在下方,畫出領帶的形狀 接著,拿出黃色的蠟筆 在領帶裡面畫上粗粗的線條 拿出深藍色的蠟筆 在方形裡面塗滿顏色 最後,拿出藍色的蠟筆 在領帶裡面塗滿顏色 這樣,領帶就畫好囉! 小朋友,你們完成了嗎? 偷偷告訴你們一個小秘密 今天畫的圖,也可以在 米多Family Do的網站找到喔! 喜歡畫畫的小朋友們 不要忘記訂閱米多的頻道 每次我都會教你畫一種可愛的圖案 如果你們有想學的圖案 也可以留言給我 這樣,下次就可以教你們畫囉! 那我們下次再見,掰掰! 掰掰!